最末将至,健身舞起来,带您走进神秘的东方五日 倾情奉献,健身正元榜肚皮舞系列挑战赛 如果您心系腰间灵动的舞姿 如果您迷恋抑郁动人的风情 如果您正在找寻全新的健身方式 埃及、土耳其等不同风格的肚皮舞总有一种感动您 热爱健身,享受舞蹈 绽放轻舞摇曳的女人之话 迎接新的一年,美丽心情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为您带来的健身舞起来 特别节目健身状元榜 今天我们依然看到的是第三季肚皮舞的比拼 今天我们将要进行的是道具的比赛 今天的开场舞场上就特别特别多的道具 为了让大家来更好的来了解比赛 我们现场仍然是请到了三位非常资深的评委 今天在现场带领我们跳开场舞的是郭千一老师 她的这个开场舞的编排应该说是非常有她个人的特色 融入了爵士的风格 紫衣服的美女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专门教授过肚皮舞 这是舞蹈学院的肖金老师 同样也是在这一位方面非常有研究 欢迎三位老师 这位大家也很熟悉了 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 她现在已经是把舞蹈和健身做得非常的融合了 对不对 我们欢迎洪奇尔老师 同样三位美女自己来担任我们这一次比赛的评委 今天的比赛内容就是考验选手们 在他们的肚皮舞编排当中使用道具的能力 那么这个道具在肚皮舞的整个表演当中 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小片来进行一下了解 持跳肚皮舞的首要目的 是通过舞姿的扭动锻炼 以达到美身和美心的双重作用 在练习肚皮舞的过程中 强调的是自我欣赏 自我发现 道具肚皮舞更是一种全身的运动 对于初学者可循序渐进 不可用力过猛 试图练习后慢慢加大力度 它不仅仅是一种运动 它也为心灵与身体建立起了一种精神运带 让你变得更优雅 更有力量 更加性感 接下来这支代表队呢 一直呢都是秉承着他们的风格 就是呢始终打出他们的王牌 派出他们的团长来亲自出马 而他每一次呢都没有让大家感到失望 也许他接下来的比赛呢 将会充满更多的难度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看到他更加精彩的演出 这就是洋洋舞团的洋洋团长 以及他的搭档们 今天呢他们要展示的的是这个长筹扇 一个相当普遍的道具 能够捕捕出怎样不同的发样 让我们一起来尽力欣赏 我们姓名标榜自信 我们是洋洋舞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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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尤其音乐很大气旋运的 然后你的动作也是 我不说别的 就是技术技巧上 老师已经说过了 但是真的很感染我 我特别想冲下来跟你一块跳 如果说有机会 我应该是向你学习的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这分数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加强你们 整个水平的提升 三分给你们 好了 刚才说要给杨阳打三分的 现在该轮到你们自己投票了 你们手中都有投票器 如果喜欢杨阳舞团的这支舞蹈的话 请你们来按下手中的打分器 三 二 一 请按钮 谢谢杨阳 我想知道下一轮比赛 你还有什么惊喜 非常期待 好了 那么既然进行道具舞的比赛 我相信我们现场 大家都非常注重我们参赛选手 每一队上面手持着特别的这个道具 从他们的这个服装来看 今天手里并没有拿着特别的东西 一定是他们脖子上围的这个非常闪亮的杀金 让我们首先欢迎他们 杀金眼督 参与舞动 杀金眼督 参与舞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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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这支舞蹈呢,我觉得非常的完美,充分的把杀金利用到你们的舞蹈当中,然后后半部分三个领舞也特别的出色,但是在周围的这些舞者呢,没有把杀金充分的利用起来,我想这个编排呢,有些草率,还有一点就是当你们撩起杀金的时候,没有看到你们的笑脸,这个很重要,希望你们在下场的比赛当中,露出你们的笑容,好吧, 加油 好,郭老师打分,两面金牌啊,就是郭老师说对你们提出了专业级的要求,来,夏老师 那今天我们用道具来表现舞蹈风格,今天我看到你们的风格是比较柔美,比较风雅,刚开始的意境非常好,后来就比较活泼,那我看到有的演员的面色好像不太好,就是说是累的还是怎么着,然后表情不太好 紧张 我的演员可能过于紧张,就是在动作上,在音乐佩服上稍微差了一点,可能我观察的比较仔细,但总的来说,整体上还是可以的,所以我现在打分,没有感情分的基础上是两样精彩 我很想给你打分,来,同学 服装首先是给我很亮眼,然后跟着,然后我们那个后面那个画面很美,然后你们跳的也非常优雅,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杀精,因为今天是道具舞嘛,所以这杀精不是用的太,在后面,尤其在后面,你们脱离出来以后有三个零物在中间的时候,这个杀精用的不够,所以我们在这个技术技巧上再加把劲,就完美了,加油 好,三位评委,意见非常一致,一定是给了六面金牌60分,现场的朋友们轮到你们打分了,请准备好你们的打分器,如果喜欢马兴亚度的表演的话,请大家来按一下手中的按钮 好,谢谢 今天我们要演绎的是道具,他们手中的是羽毛的扇子,非常的轻柔,但是呢,也相当的撩人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青岛的纳门舞团,看看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那妹,那妹,我最妩媚,我们是青岛大门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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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语 没有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اشتركوا في القنا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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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裁判评委老师 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们 他们刚一出场呢 就让我感觉非常的神秘 并且非常的柔美 仿佛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度 特别特别的美 然后呢 这个蜡烛 这个托盘 需要你们练很久吧 我想知道你们练了多久 顶这个竹台呢 当然就是在 比如说健身会所啊 健身房里面 肯定不能教大家顶这个 可能技巧要求比较高 但是我发现 通过练习这个 对这个颈椎这一块 是很有这个 很有怎么说 有一个辅助的 这个按摩的作用 我觉得 因为你是不需要靠外力的 你要顶着这个东西呢 即使是你步行走 站着 也要保持后面这块 是一个 就是素质 对素质的状态 很多在办公室里的人 他可能是服按工作 或者看电脑 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会教我的 这个会员朋友 我会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累了的话 可以站起来 把那个书 或者是 一个就是 稍微那个重量 比如说比较均衡的 这个适合的东西 你可以顶在头上 这样站个两三分钟 然后他会觉得 后面这一块 脖子这儿 顶着很舒服 实际上就一个 牵引的作用 对 然后去 至于郭老师的 其实他们生活中 就是能顶着顶着 就这意思 训练时间 没有那个明显的界限了 对 我想也是 因为这个需要你长期的练习 需要身体的控制力平衡 都要求非常的高 然后今天呢 你们上场表演这个 我心也在旋转 你们完成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 但是呢 就是有一点 就是在动作的编排上 欠缺了那么一点点感觉 好吧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可以吗 我感觉他们是一个 训练有素的队伍 确实是 因为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跳舞 也就是说他们息息相关 竹台舞有两种 一种是像帽子一样盖在这儿 对吧 这还好一点 那这个更难了 因为它要保持平衡 是一个盘子扣在脑袋上 放在这儿 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动作 对于确实是 是最难的一种道具了 还有就是 他们在这个基础上 还要做身体的移动 还有就是 那个还要做滚斧啊 做西米啊 做移动 对于他们的功夫来讲 还有他们的技术来讲 我要给他们高分 这是我对他们的肯定 虽然说没有 没有他们不像其他队伍 有一个人特别出彩 但是他们个个都比较平均 工工整整 我这个分数给定了 太美了 太美了 谢谢了 别烫着啊 其实对比较不安全 而且辣油也挺烫的 火苗也挺热的哈 好 接下来 红铁 编排得非常细腻 整齐 整个的那个画面也特别好 特别美 对比也挺好的 整体上真的是很不错 就像一个人在跳 整个画面特别就是有一种那种 水上飘的那种感觉很稳定 就平衡能力应该是很强的 然后包括练习到我们的颈椎 然后可以对我们那个腹部 也是有所练习 对肋脏啊 按摩啊什么 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还是给你们高分 加油 哇 这次他一开进台就满分了 有八十分 恭喜你们首先啊 白领力人 没白领哈 这次来 大家如果你们也很喜欢这套主台的这个表演的话呢 请你们来按赞你们手中绑飞的分数 来三二一 请打分 谢谢 今天这几位中央穿的平衡玉立 在比赛当中将要使用什么样的道具呢 据我所知还不止一样 他们想给大家带来的是春天的期许 我们是美丽刺激 追求梦想的北京都市主星队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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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会有 而且假如一个不小心的话会扔不出来 OK 今天那基本算是零食物 那平常练习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次使用食物吧 没有没有没有 技巧就在速度套到手上 然后用手把那个上面有一层纸撕破扔出去 其实还有一个魔术是在我们主套的手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他的手一动会有一个灯 很亮的一小灯 现在还有吗 现在被我收起来了 一会儿倒一下慢放 今天是道具比赛 因为我觉得你们使用那个长绸扇其实蛮常见的 是吧 手杖 手杖其实我觉得在那个肚皮屋里也不是很多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加在里面 我们就是想给大家一种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因为扇子的道具 还有手杖啊 都是我们大家道具屋里面比较常用的 还有精尺都比较常用 所以我们在这些常用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其他元素的道具 对 希望给评委老师个惊喜 对对 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就会有一种 哇还有彩带 然后可能我手指上的那个灯的时候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因为非常比较亮 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那么一小会儿 对就我跑到前面的时候 那一小会儿有个灯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是我觉得你们很花心思啊 因为我们道具比赛嘛 所以一定要紧扣这个主题 为你们的这个投入 我觉得应该献上我们的感谢 非常棒 非常棒 那今天呢 我听说你们还是准备了 其实有 还有很多人有才艺 你们这儿有不少人会跳民族舞 是吧 对对 你们要展示一段 是 我们 我们这个队伍呢 有请我们那个小娜 然后让她给我们准备一段民族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包括胯骨的脚尖这个力量 跟这个肚皮肤融合一下呢 有这个想法 以后会尝试一下 以前没尝试是吗 没有 比如你刚才那个经典的动作 加上这个 走胯会是什么效果 来咱们试试 感觉一下来 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尝试 很好 谢谢小楠茜茜 非常好 非常好 好了 那我们其实就是想展示一下呢 其实这个都市女性队 是有很多藏龙卧虎 他们很多人都有很深厚的舞蹈基本功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我们场上三位评委 非常感谢这位美女 给大家带了一个很美的一个歹足 非常的美 谢谢 也看到了我很喜欢的那一位舞蹈演员 对 我非常喜欢她 言归正传 说一下这场舞蹈他们的表现吧 让我欢喜 让我忧 欢喜在哪呢 刚一上场 特别的美 出场很另类 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华丽 特别的感染我 还有你们融入了很多的技巧性的舞蹈动作 都非常好 虽然当中难免有些小小的失误 但是不影响整体的发挥效果 又有魔术 我看到了那个 我观察的很仔细 特别的美 运用的非常的熟练 可能是你也练了很久 对 这个值得鼓励 非常的有创新 又在哪呢 就是你后半部分运用膨胀 让我 嗯 怎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觉得让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就是特别的硬 特别的生硬 而且 非常的 非常的乱 就觉得跟整场的这个舞蹈不搭 如果你们把彩膳一直运用到底的话 我相信你们当时已经把三分拿到了 但是你们加入那个腾胀 我觉得值得给一分 又但是我就觉得我不甘心 因为你们刚刚表演的我都非常的喜欢 加入魔术呀 彩膳呀 所以这一场三分就是因为你们后面的腾胀运用的不是很好 而且结尾的很草率 所以丢掉了一块金牌 我只能给两分 很遗憾 来我们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我的意见可能就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他们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开始的意境非常好 像一个春天的故事 几个阿诺多姿的美女在跳舞 让我感觉到春天来了 非常美 还有就是说到后面的腾胀 因为他们可能想给观众展示的是彩膳 还有腾胀就是多一些道具还有他们的小魔术还有他们的灯 很有创意 因为这个我给三枚金牌 因为你相当于创意 谢谢夏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 红旗儿 很唯美的一个画面 五彩的世界 五彩的闷 你们那一开窗的这一下真的特别打动我 我特别感动 就是那种初看世界不知道未知 然后去触摸的那种感觉 就很有创意 然后到了最后中间的那一部分 夏天的夜晚 然后萤火虫飞来飞去 真的太美了 我真的是想到了就整个的那种画面 顾不上已经顾不上什么技巧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了 就被你们带入进去了 特别美 特别有创意 我也特别支持 就是跳出我们中国人 中国式的肚皮舞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不一定去临摹它 一定要有创新意识 非常好 加油 这三名金牌必须给你们 又一支场上了八十分 还看打分的队伍出现了 那么还有呢 现场的观众呢 分数就显得非常重要 所以请准备出投票器 三二一 请打分 到G5的比赛呢 在上半场还剩下最后一支即将出赛的队伍 他们在前几轮呢 也同样的又强大的阵容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上一轮土耳其风格的比赛中呢 他们的这个团长段经还亲自出马啊 演绎了一种相当有西域风情的特色舞蹈 今天呢 在道具舞的这个环节 突然我们发现阵容缩小了 只剩下五个人精英团队 而且呢 他们也可能是汲取了其他团队当中的一些 获胜的心得 派出了杀手锏 我们看到中间也有一位纯爷们哈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天津的Dario 我们是 我们是 永远的Sorea 我们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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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但是我觉得你们下一场会更好 好吗 加油 好 哥老师表达了他个人的观点 来 我们看看其他的两位评委的意见 双茜茜实际是比单茜茜难得多得多 它主要是以旋转为主 然后翻身 平转 移动 刚才那位男神手实际转得很好 然后他们也是扣题了 就是说我们比的就是技术 对吧 我们比技术差在哪一点呢 就是差在他们那个队形变换上 所以说如果他们队形变换了 可能技术就展示不了了 对吧 这个打分确实富有争议 那这样吧 两枚金牌 好 杨茜老师做了一个非常的 这个周正和均衡的一个打分评价 我觉得这接下来这个球 踢到这个红旗儿这儿 每次做收尾 其实也挺难的 是吧 唯一一个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舞蹈 我很喜欢 非常喜欢你们 我觉得我特别感谢你 就是 就是一个生命力 你知道吗 就一直在转动 一直在转动 一直在转动 我就特别特别的理解你们 如果说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加一点点流动 它还是在转 但是外圈的人 可以加一个流动 再转圈 一直在转 就让它转下去 我很佩服中间的这个男士 真的 你很棒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分 我怎么打了 真不知道怎么打 洪旗儿老师流眼泪 是因为他觉得 那种舞者的执着 他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是一种 很难做到的 对 一种专注 是吧 就这件事情本身打动了洪老师 是不是 就是我一找一旋转 真的就觉得世界也没其他人了 但你跳的时候就你自己 而且还有两个沙巴也裹住 然后你就可以完全不用care anything 哇 你真是奇才 我觉得你太奇才了 你很能很有感染力 对吧洪旗儿 对 很有感染力 就是我们生活中压力很大 然后演戏就是很复杂 但是这个舞蹈给了我一种触动 真的很触动我 其实这就是艺术的多元气 对 每个人对艺术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大家都是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 所以我真的 这一场比赛我出手真的很大方 哇 三连针牌 也是我个人的提借 好 其实那六十分 其实我认为选择这种 剑斗偏锋的参赛风格 本身对队员来讲 就是有一定的冒险性 因为那艺术就是这样 它也许在有些人心里产生过敏 但是另外一些人里 它就 它就不是共鸣 你声音一种 同一种声音 在有些人听起来是音乐 另一些人听起来就是噪音 但是可能这就是艺术 它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性 好了 朋友们 如果他们这套舞蹈能够触动你的心弦的话 请你们按下手中宝贵的一票 准备好你们打分器 来 三 二 一 请打分 这是来自于天津的Daria 其他的五支团体 请大家再次回到舞台上 我们来接下个分数 今天这一轮呢 我们已经进行了上半场 也就是前六支队伍的道具舞的赛事 那么现在他们都重新回到舞台上面 从刚才打分情况来看呢 有几支队伍目前呢 在评委打分方面是并列领先 都拿到了八十分的分数啊 加上了我们现场观众的评分之后 我相信每个人都非常的期待 去直接决定呢 在下一轮的这个斗舞之前 选手的排位顺序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倒数吧 来介绍答案好不好 来 跟我一起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看大屏幕 杨阳舞团领先一跳 拿到了多一枚观众金牌 一百二十二分排在第一 北京都市女性排名第二 北京白领艺人排名第三 青岛纳闷尔排在第四 Daria断钉舞团排名第五 西安马辛亚度排在第六位 好了 那么这个分数呢 还不能够做最后的一个定论啊 因为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 斗舞环节 不过今天这期节目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我们要再次请出 我们非常优秀的询委团队 加入到我们节目 传统的Happy Ending当中 一起舞起来 我们节目 继续舞动继续精彩 我们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 看到了那么多的精彩的道具的使用 增加了肚皮舞的魅力 所以如果你想继续来了解我们的节目的话 在下周我们就要看到另外六支代表队 看看他们到底能够把肚皮舞的道具 怎样出神入化来展示 节目的魅力多多 我们也期待着精彩 同时再次提醒您我们的口号是 享受健身热爱舞蹈 我们在下周节目目前复赛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电视体育频道的 健身舞起来特别节目 健身状元榜 很喜欢你们身上的那个青蛙词 有没有十块金牌呀 我对你们这个都是最苛刻的 因为你们叫欢迎听你鼓团嘛 你们是胜利日式吗